雷神索尔士哥 简伏斯特举起雷神之锤成为了女雷神 马勒基斯联合九届中的反派一起对不愿屈服的世界发起战争 女雷神一直在拼尽全力阻止马勒基斯的战争蔓延 但是后来曼高哥出现了 连奥丁都无法战胜强大的曼高哥 最终是女雷神舍身取义强行把曼高哥和雷神之锤丢进了太阳一起封门 但这也导致女雷神失去雷神之锤后立即被挨战害死 不过幸好 奥丁和手持风暴之母力量的士哥索尔就回了简伏斯特 之后简伏斯特邀请士哥索尔再度成为守护地球的雷神 阻止马勒基斯 于是士哥索尔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 拿好薯条薯片汉堡炸鸡奶茶串串香臭豆腐淀粉长铁板 由于潮汕生烟关冬住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视角来到地球的泰国某处神秘森林内 此时的雷神索尔正抱着一件先攻一落的神器快速逃跑 一群邪神信徒正在不断追击着索尔 很快索尔就跑到了悬崖边缘已经无处可躲 自从士哥后失去雷神之锤的他是无法飞行的 但索尔并没有非常慌张 而是抽出背后的黑熊战斧准备应战 结果他立即听到了巨大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从背后的神庙洞窟内走 此人正是邪神塞托拉克赐予力量的强大战士红坦克 以士哥索尔现在的力量对付他着实是有点困 红坦克表示自己在塞托拉克的神庙范围内力量最为强大 所以此时的他敢十分嚣张地嘲讽索尔 并且要求索尔把偷走的神器交出来 因为邪神塞托拉克还要用他来征服世界 听到这的索尔立即恶狠狠地准备说狠话 结果下一秒索尔就被红坦克一拳打飞进悬崖下 红坦克对着悬崖下再次大声嘲讽索尔若报 此时急速下坠的索尔紧急联系矮人工匠螺旋虎 他现在立刻需要武器 不然就要死在这里了 下一秒正准备转身离去的红坦克听见悬崖下传出震耳欲容的雷霆声 然后看见索尔在狂暴雷霆和乌云中冲天而起 而他拿到了螺旋虎打造的全新雷霆神锤 索尔高速转动雷霆神锤冲着红坦克的脑袋飞过去 结果锤子在砸中红坦克脑袋的一瞬间便支离破碎了 索尔不敢置信红坦克的脑袋居然这么硬 紧接着红坦克转身一拳打在索尔的头上 索尔没办法只好拳拳到肉和红坦克护握 同时他再次远程联系螺旋弧让他赶紧送多几把锤子 被红坦克掐住脖子的索尔咬牙切齿地说道 都送过来 所有锤子我都要 紧接着红坦克用力把索尔狠狠砸进地里 也是在这时候突然有锤子砸落下来 红坦克看向天空 无数把锤子被传送到了这里 杂鱼们看着这些雷霆神锤感到十分震惊 但是他们也发现这些全都不是雷神之锤妙尼尔 而是不需要神格就可以轻松举起来的魔法锤子 当然所谓的轻松举起来指的是必须得雷神索尔本人 此时索尔已经起身并唤醒所有神锤 只见这些神锤一起释放出大量雷电攻击在场所有人 索尔一步步走向最靠近自己的一把神锤 并一步一句念道 无论何人 只要是格 便能获得雷神之力 在自我陶醉地念完后 他举起这把普通的魔法锤子 然后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并挥动雷霆神锤 强如邪神力量加持的红坦克也被打掉了一颗牙齿 之后经历一场混战的索尔赢得战斗拿回神器离开了那里 而他跨越诸天万界去往的地方正式就先攻阿斯加德 螺旋胡问索尔用了哪一柄新锤子打赢的战斗 索尔表示全都用了 也全都碎了 被红坦克的头砸碎的 原来自从简伏斯特希望索尔继续成为雷神之后 索尔就找来矮人为他不断打造大量的雷霆神锤作为武器 如今打造锤子的侮辱金属都快不够用了 但矮人和巨怪还是答应会继续帮索尔打造锤子 紧接着索尔来到就先攻的彩虹桥这里建海姆达尔 彩虹桥被曼高哥破坏后还没能彻底修复 被曼高哥弄瞎眼睛的海姆达尔依旧能看到一切 他看见马勒基斯的战争还在诸戒中继续蔓延 但没有彩虹桥他们无法前往任何国度阻止马勒基斯 甚至因为新阿斯加德被毁 就阿斯加德还在重建 他们这些所谓的神明其实也都流离失所 在叫阿斯加德的另一边 奥丁正在沉思 索尔如今的雷霆神锤其实也都是奥丁在附魔 最近经历了太多的灾难 让奥丁都坠坠不安 在闲聊结束后奥丁问索尔 你去见他了吗 索尔回答 是的父亲 我见过了 视角回到地球的美国布朗克斯街区 索罗门探员正在帮助先公的居民们搬入这栋公寓赞主 一会后索尔拿着自己夺回的神器来到这栋公寓 然后他听见了简弗斯特在背后调侃他的生命 新的意志和振作起来的雷神索尔 以及新的锤子 简弗斯特很想念妙尼尔 所以他也羡慕索尔有新锤子 但索尔并没有打算继续让简弗斯特继续接触锤子 不过好消息是 简弗斯特的癌症得到了好准 视角来到公寓楼的房间内 索尔回答 见到了 父王也这么打探你的消息 却不曾想弗利加愤怒地扭头表示自己问的不是奥丁 索尔立即皱眉并神情严肃起来 因为这意味着弗利加问的人只能是洛基了 索尔对洛基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立即捶死他 因为弗利加前段时间差点被洛基用独匕手害死 虽然弗利加事后明白洛基是为了救他 但行为的确很扭曲 但弗利加知道洛基在用谎言和恶行伪装自己 他相信洛基扭曲的性格深处一定存在着隐藏的善良 索尔安抚难过的母亲 但他依旧无法放过洛基 就算母亲还爱着洛基 自己下次见到洛基也要弄死他 谈到洛基这件事让索尔十分恼怒 所以他跑到了南大洋找到内摩打利加 那摩人傻了 在家睡得好好的突然就被索尔打了 又过了一回之后 打完架神清气爽的索尔回到美国 他把手伸进从内摩手里抢来的鲨鱼的肚子里 然后拿出了另一个遗落的神气太阳宝石 然后索尔来到停靠在港口的一条小破船上 很显然这里是索尔暂时居住的温馨小家 他随手就把太阳宝石丢在了堆满神气的船舱里 结果看见洛基居然就躺在一堆神气当中 慢悠悠地喝着啤酒 此时地狱犬托里已经吃光了鲨鱼正晒太阳 下一秒索尔重锤出击把洛基直接打出船舱 紧接着他们重重砸落在一艘豪华油艇上 索尔把锤子重重压在洛基的头上 恨不得立即弄死他 洛基赶紧含糊不清地对着索尔念起魔法咒语 然后索尔被洛基的魔法打飞到海里 等索尔爬起来的时候 洛基赶紧表示自己不是来打架的 但洛基不管说什么都会被索尔当成狂 洛基赶紧为自己辩解 随代提了一嘴福利家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索尔的大手掐住脖子 索尔恶狠狠地掐着洛基的脖子 把他举起来说道 你胆敢再提一次母亲的名字我就弄死 只听洛基赶紧说道 我是来帮忙的 也许我可以帮你结束战争 下一秒洛基被丢回到小破船上 地狱犬托里看着前任主人洛基十分兴奋地想把他吃掉 索尔问洛基这次肯定不是那么好心来帮忙的 洛基表示他是来帮忙的 但他要索尔船舱内的一件东西 船舱内全都是遗落在世界各地的先公神器 索尔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让洛基得到任何一件神器 但洛基表示他要的不是神器 但是什么得等旅程结束再说 只见洛基笑嘻嘻地表示他知道彩虹桥被破坏了 没了彩虹桥后索尔无法前往各个世界阻止马勒基斯的战争 刚好洛基最擅长的就是传送魔法 他可以把索尔传送到战场上去 索尔只觉得洛基这是要他去送死 结果发现洛基已经启动了传送魔法 然后很快索尔整个身躯都被传送魔法笼罩 洛基则是见嘻嘻地让索尔千万别死 结果下一秒洛基的头发被索尔的手臂扯中 然后洛基整个人也不可避免地被拽进传送阵内 洛基大喊索尔这个白痴影响到了传送魔法 只见传送魔法笼罩了整艘小破船和山羊女地狱群 呼的一声后索尔洛基和整艘小破船都被传送离开了 下一秒小破船出现在冰天雪地死气沉沉的世界 索尔问洛基这是传送到了什么奇怪的地方 地狱犬托里倒是立即认出了这个对他来说无比熟悉的地方 因为这个充满冰雪和死亡的地方是尼弗尔海姆 没错也就是北欧诸界生灵神明死去后灵魂去的冰界 突然间汽车引擎的咆哮声和熟悉的男性声音传来 只见奥丁之子如今的冰界之主巴德尔居然开车来到索尔面前 他让索尔赶紧上车 想在这里存活就得跟着他 索尔看见开着肌肉车的巴德尔都惊呆了 看起来自己的兄弟在冰界似乎混得很不错 巴德尔和索尔握手酗酒 表示马勒基斯的战火已经打到了冰界 然后他铁青着脸看向洛基 巨大的烈焰蜈蜈从雪地钻了出来 柜子首次科尔齐立即启动车上的机枪开始轻窃子弹 洛基叫索尔赶紧上车一起走 但索尔表示他不能把小破船就这样丢在这里 虽然这个船破 但也是索尔在地球的家 没办法宠溺索尔的洛基立即对小破船施展魔法 紧接着小破船居然飞起来了 跟着巴德尔的肌肉车一路狂奔 但是巨大的烈焰蜈蜈仍旧在后面穷追不舍 没办法索尔让比洛基还值得信任的山羊咬牙来掌握 然后他带着地狱犬托里冲出去对付这些巨大的烈焰蜈蜈蜈 但迎战其实不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这样会暴露位置给灰烬女王辛德拉 地狱犬托里十分凶狠地解决操控火焰蜈蜈蜈的火焰恶魔 索尔则是发现自己的围霆神锤居然被火焰恶魔的血容化 此时洛基坐在船舱内感到十分不满 索尔居然相信山羊掌舵都不信他 下一秒一笔仙弓神器从船舱冲了出去 这把神器一分为二 召唤他的人正是索尔 索尔左右首个拿一把类似战笔的神器继续大开杀截 但很快他发现最后的火焰蜈蜈蜈突然被炮火打烂 而前来支援的人正是不久之前被马勒基斯害死的诺恩女王卡尼拉 再次见到卡尼拉的索尔感到很开心 因为当初索尔亲眼目睹了卡尼拉的死 就在这时候成作着恐龙的提尔也出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提尔也是奥丁的其中一个儿子 只是戏份太少了 奥丁之子们的重聚让提尔感到十分兴奋 同时卡尼拉也在向爱人冥界之主巴德尔提供情报 他的人跟丢了穆斯贝尔海姆的火焰恶魔部队 视角来到一处十分炎热的神秘地方 六位冥界不同种族的领袖齐聚在这里 而召唤他们的人正是灰烬女王辛德拉 他煽动六位领袖反抗冥界之主巴德尔的统治 因为辛德拉将要彻底占领冥界 唯有刺客归顺于他才能免于到时候他统治冥界后带来的惩罚 如果六位领主想要反抗自然也是可以的 但他的火焰恶魔军团已经遍布了冥界各处 反抗也只是在延后被烧死的时间罢 而辛德拉相信只要他的火焰国度和冥界联合起来 一定就可以创造神迹打出更大的天下 这时候六领主之一的奥尔莫夫人对辛德拉说的神迹发出质疑 他知道辛德拉想要占领冥界的原因 因为有古至今所有死去的人都在冥界里 所以占领冥界就可以奴役数量数之不尽的死者军团 下一秒奥尔莫夫人被辛德拉用火焰无情焚烧 很显然奥尔莫夫人的顶撞和这番真话让辛德拉感到不爽 辛德拉非常愿意继续用火焰折磨奥尔莫夫人 但这时候黑骨鬼王看不下去 他表示辛德拉不尊重王者是无法统治冥界的 所以不想听辛德拉废话 并且叫别的领主跟他一起走 结果下一秒杀人王家徒立即挥刀斩杀黑骨鬼 并恶狠狠地表示他不同意黑骨鬼王的话 杀人王家徒代表冥界所有杀人犯来到辛德拉的面前 表示冥界之主巴德尔和上任冥界之主海拉都从不允许他们杀戮 那么辛德拉又是什么样的王呢 只见辛德拉嘴角勾起笑 表示只要家徒为他所战 那便可以杀得痛快 然后家徒放下长剑跪下 向辛德拉臣服 紧接着辛德拉看向剩下的领主 问他们是否愿意臣服 视角回到索尔这一边 他们正在休息 巴德尔把辛德拉拢络领主的事情说了出去 如果辛德拉成功拉拢了所有领主 那马勒基斯将拥有全宇宙最大规模的王者军团 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要如何对付辛德拉 结果卡尼拉表示不能当着洛基的面说这些计划 因为他知道洛基早就是马勒基斯的走狗了 所以和洛基同队还不如现在就找了他 刽子手听到这番话拿起斧子跃跃欲试 索尔也表示洛基这个狗东西杀上一百次都死不足惜 但是他是洛基带来的 所以他可以负责监看洛基 如果洛基在这过程有任何背叛的行为 那索尔就亲手摘掉洛基的脑袋 这时候提尔表示他知道辛德拉的军团得到了一件强大的武器 目前这件武器被装在冥界火车上运缩 但不知道这个武器是什么 只知道火焰恶魔很敬畏 所以巴德尔决定为了阻止辛德拉 得去抢走这件武器 提尔很高兴地搂住索尔和巴德尔 他们三兄弟真的太难得能够再次并肩作战 但刽子手和卡尼拉也恶狠狠地盯着洛基 表示洛基敢轻举妄动就弄死他 在准备出发的时候索尔好奇地问巴德尔怎么搞到的车 巴德尔表示冥界的何能送来王者 也能挑来各界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东西 巴德尔为了物尽其用全都收起来 此时提尔的恐龙和地狱犬托里看对了眼 托里春心荡漾 问恐龙要不要交给他 出发前洛基找到索尔要说几句话 他让索尔小心提尔 他看起来有情况 但索尔相信自己的亲兄弟提尔 对洛基的话嗤之以鼻 视角来到一会之后的亚布利大桥 索尔等人已经找到了火焰恶魔运送武器的火车 巴德尔和卡尼拉负责在前方吸引敌人注意力 因为索尔在火车通往的桥里放了一把十分特殊的锤子 桥下的小破船上 索尔让大家捂好耳朵 紧接着桥洞内的锤子居然发出炙热的光芒 下一秒锤子爆炸 直接炸毁了火车即将通过的大桥 无法及时刹车的火车直接拖轨冲向了下方的河道 然后索尔等人赶紧冲进水里寻找火车上的武器 很快他和提尔看见了被改造成牢笼的车厢 索尔好奇凑过去看了一眼车厢里的东西 然后立即就被出现在眼前的东西吓坏了 很快水底出现一个巨大的黑色影子 托里以为是巨大的鱼 但洛基说那不是鱼 是他的孩子们 只见下一秒巨狼芬里尔和死亡女神海拉从水里冲了出来 死亡女神海拉大喊道 海拉与芬里尔回归 我将夺回冥界 索尔赶紧骑在芬里尔的头上让不要乱咬人 不然身为伯父的他可就要打他小屁屁 另一边洛基找上提尔 洛基果然没猜错 提尔叛变了 他一直都在密谋策划救出海拉和芬里尔 洛基很生气 他立即要和提尔打一架 此时海拉从冰天雪地里召唤出亡灵之手 他要求现在的冥界之主巴德尔跪下交出王冠 但巴德尔怎么可能同意 他立即展开战斗 他觉得巴德尔和卡尼拉的爱态让他感到惹象 而刽子手则是懒得参加这场混战 此时提尔正在一边嘲讽洛基一边按着他打 他嘲讽洛基依旧是个躲在两个父亲身后的小屁孩 结果下一秒提尔被地狱犬托里扑倒在地上 洛基趁势起来反而压住了提尔并把匕首队到他面前 提尔顿时就怂了 大声求饶让洛基别动他的胡子 另一边索尔还在和大侄子巨狼芬里尔缠斗 结果巨狼芬里尔直接带着索尔冲进了河水里 索尔在水中撑开巨狼芬里尔的大嘴里 然后召唤一起沉入水里的神器 拿到神器后把它塞到巨狼芬里尔的嘴里爆发能量 此时在地面上海拉还在独自对战巴德尔与卡尼拉 结果下一秒河水被庞大的能量炸出去大水花 然后就看见索尔左手拿着神器右手提着昏厥的芬里尔走上岸 索尔一上岸就质问提尔为何背叛 提尔表示巴德尔作为新的冥界之主根本无法拯救冥界 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一艘火焰恶魔的炮船冲了过来 此时的辛德拉已经杀死了六领主之一的冥界巨狼 然后便得知了海拉逃跑的消息和冥界之主巴德尔的消息 于是海拉决定亲自带领火焰恶魔军团向着巴德尔与海拉的方向出征 此时的索尔一行人已经把火焰恶魔的炮船砸烂 海拉一边战斗一边让巴德尔赶紧交出冥界之主的王位 但巴德尔肯定是不愿意的 交给海拉只会引发更严重的战争 现在索尔和巴德尔联手起来肯定可以战胜海拉 但海拉表示自己才是冥界真正的女王 冥界的王魂都会成为他的部下为他夺回王位 洛基在旁边看着这群人不停地为冥界之主的位置争吵觉得可笑 于是洛基给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计划 视角来到冥界的冰雪花园里 一场震惊冥界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 冥界各地的亡灵全都聚集在这里参加婚礼仪式 巴德尔觉得真的是见鬼了自己会同意洛基这个计划 如果他的爱人卡尼拉不高兴了 那自己就死定了 山羊磨牙和地狱犬托里则是成为花童负责洒花 紧接着洛基带着亲女儿海拉缓缓走了进来 没错洛基是海拉的父亲 也是巨狼芬里尔的父亲 洛基假装不舍地表示女儿长大了 自己都要哭了 没错洛基要把自己的女儿海拉嫁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巴德尔 这样子海拉和巴德尔因为婚姻誓言而共享冥界的统治权 索尔觉得太扯淡了 洛基居然想出这个办法 不过也好 可以统帅冥界对抗辛德拉的火焰恶魔军团 同时索尔表示冥界的亡灵大多都不是擅长战斗的士兵 所以他需要亡灵战士 需要英灵殿瓦尔哈拉的战士 但英灵殿位置特殊 除了奥丁和女武神之外没有人知道在哪 索尔看着洛基表示没错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洛基人傻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了后灵魂去到瓦尔哈拉 洛基不敢置信地问索尔是认真的吗 索尔表示他会转过身让洛基方便下手 此时巴德尔的爱人卡尼拉终于是看不下去这场闹剧一般的婚礼 他跑出婚礼殿堂来到贵子手这里寻求清洁 卡尼拉爱着巴德尔 但是命运总是如此捉弄他 此时婚礼正好进行到双方说我愿意然后互换戒指的环节 而一旁的洛基则是觉得索尔疯了居然主动选择 自己以前虽然总是这么做 但也没一次成功的 索尔表示让洛基像刺伤弗里加母亲那般刺他 他相信洛基不会真正把他彻底杀死 因为索尔知道自己非常恨洛基 但是其实他的心里还是爱着洛基这个弟弟 下意了沉重的杂洛声打掉了海拉和巴德尔的婚礼 而他们对眼前多画面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索尔被刺中心脏倒在了地上死去 动手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旁边想要辩解的洛基 果不其然索尔死了 灵魂来到了英灵殿瓦尔哈拉的大门前 这时候一把剑顶在索尔的脖子上 原来是女武神出现在索尔的面前拦住他 因为女武神知道索尔没真的死去 并且还有洛基的魔法残留 在现实中愤怒的巴德尔拿着剑想要直接弄死洛基 这时候刽子手和卡尼拉过来大喊 辛德拉的火焰恶魔大军杀过来了 巴德尔大喊取消和海拉进行到一半的婚礼 他要先杀了洛基 卡尼拉看着巴德尔难过的表示 巴德尔必须和海拉结婚一同能见 但巴德尔表示他只爱卡尼拉 只想和卡尼拉结婚 这时候亡灵牧师问有人对这场婚礼有意见吗 结果还真的传来浑厚的声音大喊 停止这场闹剧 所有人都很震惊于出现在眼前的人 而海拉则是对出现在眼前的人感到无比兴奋 只见宇宙暴君灭霸居然出现在婚礼现场 他大喊道 我需要和新郎谈一谈 此时时间线处于无限倒计时期间 灭霸刚从帝王灭霸的时间线回归 并一直坐镇七塔瑞母星 海拉看见亲爱的灭霸出现 以为他是来抢婚的 他让灭霸和自己一起杀了巴德尔抢回民间 灭霸看着巴德尔 觉得这场婚礼实在是可笑 而卡尼拉则是对海拉说婚礼必须要完成 也是在这一瞬间火焰恶魔的火炮打进了婚礼殿堂妹 亡灵们四处逃窜 巴德尔指挥所有亡灵拿上武器和他一起战斗 而灭霸则是看向海拉 表示他有话要对海拉说 此时辛德拉带领着他那势不可挡的火焰恶魔大军冲了进来 他高喊着要亲手杀了新郎巴德尔新娘海拉 卡尼拉拿着长剑冲出去战斗 并责怪洛基杀死索尔 洛基赶紧解释他没彻底杀死索尔 他召唤出能寻找到索尔的绿色魔法锁面 绑在索尔的神器上面 让神器前往瓦尔哈拉寻找索尔 紧接着洛基拿着匕首和地狱犬背靠背对付火焰恶魔 此时的索尔还在劝说女武神带领瓦尔哈拉的勇者们支援战争 如果不及时支援 那么火焰恶魔大军将统治冥界 甚至是被马勒基斯的战争彻底摧毁 听到这后女武神表示同意加入索尔一起阻止战争 但是索尔已死 要如何回归现实呢 只见索尔对着续空伸出手 然后便看见被洛基的魔法锁链连接的神器飞向他 瓦尔哈拉的大门也被女武神打开 他在召唤英灵殿的勇者们准备出战 此时火焰恶魔大军正在无情屠杀着亡灵 辛德拉杀得非常进行 他不断大喊着要烧死新郎新娘 只见巴德尔骑上了山羊磨牙 带着巨狼芬里尔和他的亡灵大军冲出去 结果他立即被六灵主之一的杀人王家徒一拳打中 地狱犬托里则是开心地不断厮杀着火焰恶魔 但是他还是喜欢由主人索尔陪伴自己战斗 想到主人索尔已经死了 他难过到流下眼泪 但他一想洛基说索尔还没彻底死去就振作起来 他扑过去继续厮杀 帮主人索尔的那份一起厮杀 与此同时灭霸和海拉正在上演苦情剧 原来灭霸来到冥界找海拉居然是为了和他分手 灭霸和海拉以前是非常幸福 但他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 但海拉觉得灭霸也太不负责任了 说好帮他夺回冥界却根本没有帮忙 灭霸听到这番话后无奈伸出一根手指 然后轻松一直把冲过来的火焰恶魔杀死 算帮了忙完成约定的灭霸无情地转身离去 海拉大声质问灭霸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没想到灭霸表示死亡女神在召唤她 她要去争夺无限宝石 海拉听到后留下了难过的泪水并咒骂灭霸 她表示灭霸永远都拿不到宝石 但灭霸本可以拥有她 难道与海拉结婚不比无限宝石要更幸福吗 海拉大声咒骂道 灭霸 你迟早会因为宝石而丧命的 但灭霸听到后仍旧头也不回地离去 这时候看完苦情剧的辛德拉开到海拉的面前 她嘲讽着今天的新娘子好像不是很开心 另一边巴德尔虽然已经竭尽全力对付杀人王加图 但她还是被加图掐住脖子掉了起来 卡尼拉也被火焰恶魔层层包围不断挣扎 洛基和提尔也是在竭尽所能的绝望战斗着 就在这时候一道霹雳雷霆在天空中炸响 洛基这辈子第一次听到雷霆声会这么兴奋 因为这意味着索尔带着英灵殿的战士们回归了 索尔拿着神器带领骑着飞马的女武神们愤怒冲锋 这场战斗是阻止诸界之战的第一场大战 唯有冥界不败 才有机会拯救其余别的世界 此时杀人王加图从巴德尔头上去下了象征冥界之主的王冠 结果他还没反应过来就遭到了快速的攻击 杀人王加图死了 是女武神布伦西尔德斩杀了他 紧接着巴德尔再度戴上王冠和女武神一起发起冲锋 另一边辛德拉挥动长剑把海拉打倒 无视冥界之主的他力量被大幅度削弱无法战断 辛德拉站在狼狈的海拉面前不断嘲讽他 表示等他统治冥界后将会把所有亡灵都寄入军队 这时候一只大手捡起海拉掉在地上的头关 下一秒索尔挥动头关狠狠砸在辛德拉的头上 只见索尔把海拉的头关带在自己的头上 那一刻他掌控了死亡的力量 成为了冥王索尔 成为了召唤死亡风暴的杀戮之神 新的能力召唤来一把血液凝冰铸锤的新锤 索尔以施不可挡的威力和灰烬女王辛德拉展开大战 这场战斗之凶猛 连辛德拉都一时之间落于下头 瓦尔哈拉一起来的勇士们无情地屠戮着所有火焰恶魔 刽子手和地狱犬托里也在尽情地不断厮杀 就连洛基和卡尼拉也背对背一起并肩作战 在这岩浆与血肉红飞的战场上牧师发话 那婚礼还要继续吗 有没有人要亲吻新娘子 索尔用冰血神锤中击在辛德拉的下巴将他打退 如果辛德拉不退下 那就像杀了苏尔特尔一样杀了他 辛德拉听到索尔提起他的父亲很是愤怒 表示要少了索尔全家来泄负 只见洛基巴德尔卡尼拉刽子手 甚至巨狼芬里尔都出现在身后 索尔恶狠狠地表示自己全家就在这 狼狈的辛德拉慌张了 这场战斗使他处于下风了 他大喊着冥界这个死人地方留给索尔诱诺 紧接着他叫马勒基斯打开黑暗彩虹桥 把他和军队传送离开 临走前还恶狠狠地表示索尔无法阻止诸戒之战 火焰恶魔军团离开了 冥界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索尔还想继续追击 但是海拉生气地把索尔头上的王冠夺回来 海拉戴上自己的王冠 然后表示他还是要抢夺巴德尔的冥界之主的位置 因为婚礼进程被打破 巴德尔没有戴戒指说出誓言 所以婚姻誓言不成立 海拉当然可以杀了巴德尔抢夺王位 结果这时候戒指被戴在纤细的手指上 并传来脆生生的 我愿意 原来是卡尼拉戴上了和海拉结婚的婚结 并表示他愿意和海拉成婚完成剩下的婚姻誓言 巴德尔觉得卡尼拉疯了 让他赶紧摘掉戒指 卡尼拉表示巴德尔就算和海拉结婚 海拉也会杀了他 他一边说着一边摘下巴德尔头上的冥界之主王冠 然后他戴在自己的头上加上婚姻誓言 让他成为了新的冥界之主 同时洛基还送了他一个很微妙的新婚礼 只见洛基的魔法作用在巴德尔的身上 礼物便是让巴德尔复活 彻底离开冥界 之后亡灵牧师宣布婚姻成立 海拉和卡尼拉成为冥界的双女王 两位高傲的女性互称对方为老婆 气氛格外微妙 之后瓦尔基里带着提尔一起进入到瓦尔哈拉里去 同时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马勒基斯还将带领新德拉继续发动战争 视角回到地球 小破船也回到了这里 在船舱内 复活归来的巴德尔正看着母亲弗利加的画像 他心情复杂 不过至少他会很高兴能再度见到母亲弗利加 此时布伦希尔德也在船舱内和索尔等人喝着酒 这时候洛基表示他完成了约定 帮助索尔赢得了战争 虽然这场战争还无法阻止马勒基斯 但起码算完成了约定 但索尔表示他没答应让洛基拿走船舱内的任何一件神器 没想到洛基直接将自己传送离开 并表示他要拿的又不是神器 而且他已经拿走了 索尔赶紧让巴德尔和布伦希尔德帮忙看看少了哪个神器 让洛基拿到神器恐怕天下大乱 索尔他们不断清点神器 没注意到墙壁上的话消失了 洛基拿走的其实是母亲弗利加的画像 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甚至真正的战争还没彻底开始 雷神索尔还将继续一直战斗下去 下期视频 年轻索尔的爱 洛基的阴谋落空 索尔与姐姐安吉拉相绝 一起逃出天使国度 诸界战争爆发前夕 索尔寻求雷神之锤妙尼尔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不妨点个关注点个赞 你的每一个关注和点赞以及评论和弹幕都是我前进的动物 有任何想法与建议都可以发在评论区里讨论 也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喜欢的美食 就有机会在爆菜名时缠一缠所有观众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